说身变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两位律师通过当事人的讲述之后 将进一步的提问调查 首先有请孙小敏律师 在跟您核实遗嘱 它的存在真实性以及有效性以前 我想先明确一点 就有一点已经明确的事实是 这个房屋所占用的这个宅基地 它的使用权 你们是没法在今天给我们答案的 对吗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地上的房屋买卖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如果能有证据证明 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是谁 那有可能后面的遗嘱 就会相应地发生一些变化 那您给我们的证据 就是您怎么来证实 这个房子是您出自购买 是归您所有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您的所有权是吗 对 那您拿出的这个遗嘱 您知道它的潜台词是什么 这个遗嘱的潜台词就是 立主人只有权利对自己 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来做一个处分 您拿这个遗嘱 如果认为这个遗嘱 它的存在是有效的 那您就可能认可这个房子 是您舅舅和舅妈的 您的这两个点是冲突的 后边那份不能跟那哥一鞋 哥一鞋就冲突了 我明白了 您也知道放在一起 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那是他后边写的 我可以说不用他那个 我现在用的是我前面那个 您先排序 首先我主张这个房子是我的 对 所以这个遗嘱费养协议 是无效的 应该他那枚下 因为他卖给我了 我都给他钱了 他但没有权利在那什么了 没有权利在分配给别人了 那您的证据是 94年的时候 那个买房协议 以及后续 您和您的舅舅舅妈签署的 有一系列的说明 对 对吗 对 我看了房值是9000 您当时有支付房款的证据吗 除了这些顺面的协议以外 那不有收据吗 有 有收据 是吗 有收据 收钱了 霍律师 你们村里边 当时您的这个94年的时候 以您舅舅的名义 是您说的 以您舅舅的名义买了一块宅基地 对 这个宅基地登记在谁的名下 登记我舅的名下 有没有宅基地使用前证 没有 大队那里有没有登记 有没有登记这个宅基地在谁的名下 我没看过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宅基地 写在你舅妈舅舅的名下呢 这个 如果有这些大队的 村里盖的这张吗 他们村里买房子都这样 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 然后就大队盖一张 就是您现在 唯一的能够证明这个产权 宅基地使用权 是在舅舅名下的 就那个94年的一个买卖契约 对 那也就是说 其实对于这个不动产 现在在谁名下 您都不太清楚 对吧 对 我先想问一下您的户口 我们都北京的 我二年也北京的 都是非农户口 对吧 这农村的宅基地 怎么可能登记在你名下呢 他说 不是登记我们名下 就是说99 98 99年之前吧 可以买卖房子 是吧 99年1月1号 好 你只有一个法律规定的 所以就说 待会看律师怎么解答 那现在这个房子的情况 您是没查过 也不知道 对吧 对 说实话这个 听完你们二位的陈述以后 我本来心中是一个问号 现在我心中一堆问号 其中的有一个问号的 也来源于您刚才表述的一句话 您刚才说到的 主持人在为了您 为什么还会给您的二姐写 这样的一份移送抚养协议 您当时回复主持人的话是 你找他写他也写 也就是你的舅妈的 按你的意思表示 他有可能在某种状态下 写很多的文件 那么你以此来推进 他写给你二姐的这份 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那这句话呢 怎么能够证明 他写给您的是真实意思 我为什么心中了 有一堆问号 因为在我的司法工作的 实践当中啊 我确实见过很多的老人 写多份遗嘱 在我经历的案件当中 一份老人给五个子女 写了十七份遗嘱 在谁家住给谁写 写的内容全都不一样 我这样的案件都见过 你说老人的哪份意思 表示真实 后来我终于总结出来 都真实 都是他的孩子 他都疼 给谁写都是真实的 其实最终我就总结了 一个经验 老人家是弱势群体 因为他缺乏安全感 在那一刻 谁管他就给谁写 谁对他好就给谁写 所以有些人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怪老人善变 说老人你怎么今天写个这个 明天写个那个 对 因为今天写了这个 给老二了 后来过远山发现 老人对不好 老三对不好 来给老三再写一个 过远山发现老三也不行 老四好 来给老四写一个 就是老人会有这样的意愿 所以截止到现在 我不能够去否定 你们每一个人拿的文件 到底哪一份 是出于老太太的真实的意愿 哪一份是造的假 我现在不能够做出 这样的准确的判断 所以接下来 一会儿我还会有相关的问题 向您提问 但是说明两点 一点是您对您的舅妈照顾 并没有达到 她百分之百满意的程度 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第二点 您舅妈的确是因为 她自己没有子女 她的养老 对于她来说没有安全感 所以谁靠近她的时候 她就给谁写一份遗嘱 所以特别能理解 因为今天老人已经去世了 我们不能去指责老人的行为 但是老人的这个行为 导致到后果 已经遗留给你们麻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